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蘇彥圖 我就是在樓上法律所工作 不好意思 我是資訊原職人 所以今天講的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 這樣請大家來指教 我們想要做的就是說2016年 明年我們知道有總統跟立法委員選舉 我們想要做的就是支出的建設 第一個就是說想要做的是一個 實體競選活動的一個資訊平台 我們現在有政治獻金法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候選人他們選候選舉完了以後 他們會申報他們的政治獻金支出 這是去年台北市場的選舉 你會看到連聲文跟柯文哲 他們說他們支出的部分都報 他說一億私錢多萬 當然大家就會覺得這個 我們目前的申報也只能夠大概知道說 他大概錢是用在哪些地方 有一個非常粗糙的一個資訊 當然你就會去很多人就會質問說 這個東西那個申報的那個真實程度 到底是不是可以信任的 當然不是只有連聲文的政治獻金 他的那個選舉支出有問題 是不是這個真實度有問題 他其實所有的 其實所有政治任務的政治獻金 那個政治經費的申報 其實我們都會有問題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我們會需要說 如果說我們覺得這個申報的資料不準 當然他不準的程度到底是長 到底落差多少 然後我們選一次立法委員 或選一次這個民選的政治首長的話 我們到底要花多少錢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政治經費 競選經費支出的一個監測 一個monitoring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2016是1月16號投票 那我們其實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廣告 競選廣告或競選活動在進行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就可以開始進行政策 原來就是他希望是政策到投票前一日維持 那我們基本上會想要做兩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做整個競選活動一個全記錄 然後我們把這個 他的所有的媒體廣告 實體廣告和其他的東西 我們都試著把他全部記錄下來 我們在step to the 第一個階段我們再進行估價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數據 那因為我跟那個蔡佳宏政大選年 我們其實有一個科技部的計畫 我們會進行的是部分的區域理法委員的 一個進進點支出的研究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其實這個不是只有針對立法委員 也不是只有也可以針對總統 然後所以大家都可以來做 這其實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那我們會希望最後的結果 就是類似說像美國比較完整的一個 一個更多的資訊出來 那第一個部分的那個平台 就希望說有報紙的公車廣告 大型看板 競選旗幟 反正實體你看得到的 我們都希望說有一個平台 可以把這個所有的資訊都收集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進一步的分析 那謝謝 需要所有人幫忙 需要工程師 需要建設這個基本的平台 然後我們可以提供一些 這個coding的一些方式的資訊這樣 OK 好 好 那下一位是依莎菲 是你嗎?